黎智英案的第一回合有了结果 一如所料就是控方得胜 即是说法官是认为 控方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这条罪 他认为控方是没有预事检控的 当然很多人就说 一早知道了 猜到 但问题是我们关注不是说 我们知不知道答案 而是究竟法官是怎样得出这个答案 即是他用什麽理据去支持他的答案 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起码是我关心的重点 有很多人就说 你猜得正好 在我上一段影片留言里就说 你猜得正好 真是判控方得值 真是判辩方败诉 但我认为我没有猜中 我认为我没有猜不猜中 怎麽麽说呢 我上一段影片是这样说的 在那个情况下 即是有一个原则 法律有一个原则是说 如果法官找不到条文 或者判例去支持控方 或者辩方的话 法官应该对这条法例的演绎 是对辩方较为宽松 而对控方较为严谨 这就是疑点理一归被告的 具体体验 我上一段影片的说法就是 如果法官真的找不到条文 去支持控方或者辩方的话 我认为他未必会跟从这个原则 这是我的估计 或者我的猜想 问题就是 这次其实没有需要去到我猜想的状态 即是说 事实上这次法官 真的找到判例去支持控方 当然 你可能不赞成 这些判例真的支持到 问题 他的立场就是 我找到判例 我找到一些很实际的判例 很实际的判例 去支持控方 所以 法官就判了控方性数 OK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 是未去到我猜想的部分 虽然他跟我猜想的结果是吻合 但 其实我的猜想内容不是这个 所以我不觉得自己猜对了 或者 我也不觉得自己猜错了 即是没有对定错 今天这段影片想说什麽呢 就是 真的想说一下 究竟法官是根据什麽的理据 去作出这个判断 OK 我看了很多报道 这两天我都看了很多报道 这些报道通常都讲了 法官是用什麽理据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 法官讲的理据 他讲了一个表面出来 没有真的讲实质的理据出来 所以我这段影片 就希望讲实质理据出来 再给你们判断一下 究竟这三个法官 即是这三个法官 所提出的实质理据 是否真的可以支持控方 这一次是没有预期的检控 你赞不赞成也好 你首先知道法官是说什麽 然后再判断 究竟他的理据 是否真是一个合理的理据 OK 首先我们要重复一下 上一段影片我讲过 其实法官需要判断几件事 第一 究竟串谋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罪行 这一次黎智英犯 又算不算是一个持续性的罪行 这是第一点 以辩方的立场 就认为 串谋不可以是一个持续性的罪行 因为串谋是说 一个协议 一个犯罪协议 只要 那个犯罪协议 达成了 那一刻 就已经是串谋罪的开始 由于这宗案 我们不会知道 什么时候达成这个协议 我们只会知道 第一篇文 是什么时候发布出来 发布出来之前 就有了一个协议 所以 我们只能够用第一篇文的日期 作为犯案日期 这是辩方的想法 而控方就认为 不是 串谋也可以是一个持续性的罪行 而且他认为 黎智英这一次 就是一次持续性的串谋 这是第一件 法官需要判断的事情 接着是第二项 第二项就是 究竟应该是用告法书 发出的日期 作为检控的起点 还是应该用提堂日期 作为检控的起点 辩方就认为 应该用提堂日期 而控方就认为 应该用发出告法书那天 那谁才是对 法官就要作出 以上两点的裁决 但是你要注意 以上两点 法官只要同意辩方的任何一点 辩方也是胜数 详细我不讲了 我上一段影片 已经讲了很详细 有关这些方面的分析 总之你会发现 辩方是容易一点的 只要法官同意辩方以上任何一点 辩方就胜数 但是相反 法官要同意 控方的所有论点 控方才可以胜数 当然 大家会觉得 法官当然是帮助控方 如果法官是公正的话 他也不应该偏包控方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法官是否公正 我们现在逐项看 第一 究竟串谋罪 有没有可能是持续性的罪行 法官找到判例 找到终审庭的判词 是清清楚楚说了 串谋是可以持续性的罪行 他怎么说呢 他很详细 他说明 串谋罪本身是可以有演变的能力 如果串谋罪 其实在达成协议之后 是有进一步演变的 需要共谋者进一步的磋商 或者作出新的协定 去保持这个协议 又或者 那个协议 后来又有新的串谋者加入 在这样的情况 就要视这一次串谋 是一次持续性的罪行 而且在判词里面 还说了 串谋其实是可以很复杂的 可以是一个串谋 而包含几个协议 或者协议里面 又包含几个子协议 这样的情况 这些串谋是一些复杂的串谋 这些复杂的串谋 我们又不能当是单一的案件 或者单一的罪行去处理 控方便要把串谋所牵涉的所有罪行 抽出来作为举证 所以从这个判例 你会看到 原来终审庭一早说了 串谋罪是可以持续性罪行 而法官认为 这次黎智英案 由于牵涉很多篇文 而且牵涉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个很长的时间 是需要各个共谋者 一起继续参与这些协议 才能够令到 这么多篇不同的文 一路出版 所以 如果控方真的能够成功举证 举证到那些刊物 是真是煽动性刊物的话 这样 这一次的串谋 就是一次持续性的串谋 所以第一步 似乎控方是有道理的 但是持续性串谋 应该何时检控呢 原来也有说 对于持续性串谋 何时检控呢 法官也有处理到的 他举了2017年 即终审法院 2017年的一宗判例 那宗判例 就是根据 1980年上诉庭的一宗判例得出的 得出了以下的一个原则 就是对于持续犯案的检控日期 有以下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 如果那个案件是单次性的 你就应该在限期之内 在完成罪案之后 限期之内 立即检控 如果过了一期 你就不可以检控 这个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 但是第二项 他说 对于持续性的犯罪 你就可以在罪行的期间 任何一天 都可以随时检控 虽然是持续性犯罪 但是在犯罪 你也可以中途去检控 又或者 在犯罪的结束那天 的限期之内去检控 很清楚 即是说 原来在2017年的终审庭 曾经引用过 1980年的上诉庭的判例 去得出以上的原则 以上的原则就是说 如果持续性犯罪的话 是应该 要是在犯罪期间检控 要是在完成之后 的限期之内检控 而今次的限期是半年 所以就应该在完成之后的 半年之内检控 所以 法官认为 首先 这次是一次持续性的罪行 而且 应该在完成罪行之后 的最后一天 即是文章发布的 最后一天 的半年之内去检控 即是说 法官认为 控方的第一关 是赢了的 好了 第一关就是 第二关 第二关就是 有关 什么是检控的日期 辩方认为 应该用 提堂那天 作为检控日期 而控方认为 应该用 发出告法输那天 作为检控日期 那有没有理据呢 你可以知道 法官最后认为 应该用 发出告法输那天 作为检控日期 那法官怎么想呢 法官原来 在法律界天书 Horsberry 里面 即是法律界人 一定会知道 Horsberry 这本天书里面 原来 白纸黑字写到明 他又说 所有罪行的 控诉的起点 刑事罪行 都应该是由 發出告法输那天 作为啟动点 OK 这是白纸黑字写明 这个竟然原来 在Horsberry里面 是白纸黑字写到明 即是 写得很清楚 所谓检控的起点 就是发出告法输那天 而今次的法官 还举出了几宗案例 其中有英国的案例 是1983年的案例 亦有香港2016年的案例 是说明 发出告法输那天 就是启动刑事检控的日子 即是说 原来控验相分找不到 但是法官找到 法官找到 实际的证据去支持 原来哪天 是真正检控的日子 一个就是Horsberry 这个法律界的天书 另一个就是 真的有案例 有英国的案例 亦有香港的案例 OK 不单止 在这些判词里面 还说明 为何会用这个 作为检控的起点 为何要用 发出告法书 这一天作为检控的起点 他的说法就是 由于检控是控方的责任 即是说 提出检控是控方的事 由控方去控制检控 就只是发出告法书那天 因为一旦 控方将告法书 交到法庭之后 所有的日子 都由法庭决定 即是 控方已经无法掌握 何时去提堂 或何时去预审 那些事情 只要控方 将告法书 交给法庭 一切的日子 就由法庭去安排 所以 由于这个检控期限 是控制控方的 没有理由控制控方 做一些 控方控制不了的事情 所以 就 以发出告法书 作为最后一天 控方去控制的日子 即是 控方寄了个告法书 给法庭 以后 所有事情 都由法庭安排 他不可以再控制任何事情 他最多可以 延迟延迟延迟 提出延迟 但他不可以 何时提堂 所以 法官就认为 没理由 对控方作出一个 时间上的限制 而那个时间上的限制 是控方自己掌握不了的 所以 根据以上所有的理据 法官认为 以发出告法书 作为检控起点 是合情合理 而且 有条文去支持 所以 加上以上这么多点 你会发现 又不是真的 没有条文去支持 你认为 这条文 是否真的合理 事实上 的确是终审庭 而且不单止是 香港终审庭 亦是英国终审庭 亦是在Hotsbury里面 有八字一字写明 所以 我自己认为 今次的判决 我当你觉得 法官一定会偏方控方 但 起码今次 他没有需要偏方控方 这次 控方似乎 有道理 简单说 就算你觉得 法官有可能 吹黑哨 裁判可能 吹黑哨 但今次 还未需要 吹黑哨 当然 我的立场就是 我们要 金正火眼看着 究竟 有没有一步 他是吹黑哨 你认为 我做这件事 有没有意思 我自己认为 有意思 当你对法律 有质疑 金正火眼看着 每一步 是否真的合情合理去执行 如果你很有兴趣 知道他对还是错 你就应该很有兴趣 看着他 其实是否真的对 或者是否真的有错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立场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patreon 记住 中级会员和高级会员 是可以免费收听我平民法律课堂的每一集 好的 拜拜